各位曲伯科技教师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曲伯 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核融合 也就是人造太阳 是人类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 但是一般的核融合技术 反应器非常的庞大 最近就有华人的新创团队 宣称开发出小型的核融合反应装置 到底这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题目 华人团队巨界AlphaRead 研发小型人造太阳 放在桌上就能发电 它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我们跟大家谈谈 捷径能源需求很大 而且重要性很高 再来我们谈一谈核融合产生能量的原理 再来我们谈一下核融合的发展 包含了磁性局限融合 跟惯性局限融合有什么不同 再来元素周期表跟同位数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巨界AlphaRead 这一间公司 它的核融合反应 跟我们一般听到的有什么不同 最后如何使用电场和磁场反应器 来收集能量 我们今天参考的资料是美国的专利 题目是使用电场与磁场来制作反应器 发表这个专利的公司就是AlphaRead 这一间公司 另外我们也参考了交通大学 吕雪景荣誉教授发表在远见杂志的文章 题目是微太阳普照家家户户 看巨界何融合的突破 第二篇文章我们参考的是林氏慧 发表在远见杂志 题目是放在桌上就能发电 华人团队AlphaRead研发人造太阳 正在打造下一个台积电 首先这个电力的需求是重要的民生问题 大家想想看如果没有电的话 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能会非常的辛苦 但是过去的发电方式 很多都是使用火力发电 这样会造成大量的碳排放 而且也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 因此这几年大家都在推广所谓的绿能 包含太阳能风力发电 但是太阳能风力发电 都有稳定性不够的问题 成本也比较高 真正能够解决人类能源的方法 当然就是在地球表面 创造出一个人造的太阳 各位都知道太阳是使用核融合的方式 来产生能量 核融合除了产生巨大的能量 它的反应物质在地球上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再加上它的生成物没有放射性 或者放射性很低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不会像传统的核能电厂 使用核分裂反应那样 造成环境的问题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要求它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必须是使用绿能来制作 而不是使用传统会产生碳排放的方式 譬如说苹果公司就宣布 在2030年整个公司的营运 包含供应链还有产品的生命周期 都必须要实现碳中和 意思就是说 所有供应商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 都必须是碳中和 没有产生二氧化碳 而台积电立刻就对它的再生能源提出了规划 并且制定了中长期的目标 计划在2030年 全公司的厂房要能够做到25%的栽生能源 甚至长期目标在2050年要做到 整个公司都实现碳中和 但事实上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 如果使用现有的太阳能或者风力发电 要做到这个完全碳中和 其实还真不容易 重点是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所谓的碳关税 也就是说你的产品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 产生很多二氧化碳 就要抽比较重的关税 这个时候对厂商的竞争力就会造成影响 因此世界各国的厂商都在发展绿电 希望能够满足碳中和的要求 中青和集团的刘宇环董事长 在2021年的9月28号就跟股东说 科技界都清楚的知道能源的圣杯是什么 那么时代杂志出版的封面也告诉大家 给每个人无限的能源 也就是核融合 这次也许真的会成功 要开发安全又有效率的核融合技术 实际上是艰难的挑战 而核融合产生能量的原理 就是大家熟悉的爱因斯坦职能转换公式 核融合反应事实上指的就是两颗小原子 融合成一颗大原子 所以称为核融合 最常见的核融合反应是使用气体的刀跟穿 融合起来之后产生气体的爱 同时产生中指 在反应前的总质量是M1 在反应后的总质量是M2 科学家发现M2会小于M1 也就是在反应的过程中 有少部分的质量消失 而根据爱因斯坦的职能转换公式 消失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就是它产生的能量 由于光速非常快 所以光速的平方非常大 这个时候产生的能量就很大 核融合的发展主要有两种技术 我们之前都介绍过 第一种称为磁性局限融合 它是在低压低温的条件下 将加热的燃料成为电浆的状态 再利用超导体产生的超强磁场 来拘束这些电浆 也就是带电粒子进行螺线运动 再持续加热电浆来产生和融合反应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边虽然写低压低温 事实上它是相对于惯性局限融合 所以实际上并不是真的低压低温 第二种方法称为惯性局限融合ICF 它是在高压高温的条件下 利用高能量的雷射脉冲 撞击刀汗穿的燃料球 导致内爆能量 还有物质快速对称向内聚合 这样就可以达到极高的温度和压力 引发核融合反应 这边的低压低温和高压高温 是这两种技术之间互相比较的结果 并不是真的低压低温 那么核融合发展已经超过了60年 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研发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达到输出能量 大于输入能量的能源效率比 这个通常称为增益比 使用Q值来表示Q大于1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也就是产生的能量必须大于消耗的能量 而且核融合反应还需要达到长时间运转的需求 这里面最困难的是如何克服两个都是带阵电的原子核之间的库仑阻力 让它们能够互相融合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刀和穿它的原子核都是带阵电 你要让两个带阵电的原子核融合成一个爱原子 需要非常巨大的能量 这个就是最困难的地方 而我们目前的核能电厂使用的都是核分裂反应 它是一颗大原子分裂成两颗小原子 反应前使用的是U235 被中指撞击之后会产生克91跟被142 同时产生三个中指 反应前的总质量是M1反应后的总质量是M2 因为M2小于M1代表有少部分的质量损失 损失的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就会是它产生的能量 因此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问题是核分裂的反应会产生放射性的辐射 而且还有半衰期很长很难处理的核肺料 也就是这个克9E跟被142基本上都是高能量的放射性肺料 很难处理 万一核电厂出事就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很难收拾 中金河创投集团在2017年就投资了美国加州的核融核新创公司 巨界AlphaRib 并且把它的专利技术导入台湾跟台湾的团队合作 希望有一天能够做出一颗小小的恒星 也就是人造微太阳 为什么强调是微太阳 因为它体积很小 输出的电力希望能够达到1000瓦到1万瓦 可以设置在我们一般的社区 那么如果输出电力可以到10千瓦到50百万瓦 我们就称为中型的产品 也就是小太阳 可以用在各种电动车船资工厂 还有办公大楼和资料中心 提供分散式电力 大家知道我们目前的发电厂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 再用电力线传送到各地使用 事实上这个非常的麻烦 需要建造大量的电力输送设施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发电厂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就称为分散式电力 这样就可以减少传送电能的浪费 至于大型的机种 可以输出50百万瓦到10兆瓦 就可以成为电力公司的发电主机 这个称为核融核能量的扩充或者放大 巨界这个团队已经研发出的核融核技术 还有专利已经开始全球布局 目前已经有70项的专利核准或者审核当中 这个技术概念就是特殊设计的反应器 在通电之后 它的正极跟负极之间会导通 最后产生电位能差 而这种电位能差会形成所谓的双流非稳定现象 就会造成很多的电子位能高峰跟低谷 这个位能差就会将子子加速 这个时候就会克服原子核的固伦排斥力 我们刚刚提到因为原子核都带正电 同性相次 所以会互相排斥 利用位能差来克服而产生核融核 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选用的材料跟传统的核融核 使用刀跟穿不一样 他们是使用氢跟蓬 它的反应是氢1和蓬11 反应之后产生三个氦式 加上8.700万电子伏特 公司宣称 他们在反应器里面能够测量到氦 所以这是产生核融核确切发生的证据之一 接下来我们简单介绍元素周期表 所谓的元素周期表 就是地球上已知的元素 依照它们的特性排列组合形成的一个表格 元素周期表里面最重要的特性就是 原子序等于子指数等于电子数 所谓的原子序就是原子排列的顺序 所以氢是1 氦是2 再来是锂皮蓬 碳氮氧服奶 大家特别注意 氢氦还有蓬 就是我们刚刚的核融核反应里面出现的三种原子 大家发现氢是1代表它有一个子子 氦是2代表它有两个子子 而铜是5代表它有五个子子 而所谓的同位数指的就是在原子核里面有子子跟中子 原子核内的子子数和中子数总合起来称为质量数 差不多就是这一颗原子的质量 而同位数呢指的就是同一种元素 它的原子核就具有相同的子子数 但是却有不同的中子数 由于原子序等于子子数 所以同样是氢的同位数 它的子子数一定都是1 同样是铜的同位数 它的子子数一定都是5 差别呢是中子的数量不同 所以同位数是指同一种元素 原子核具有相同的子子数 但是却有不同的中子数 那么因为中子不带电 所以呢同位数的原子核所带的正电核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氢的同位数呢有三种 氢1包含撇1 我们写成P1 质量数是1 代表它含有一个子子 但是没有中子 地球上的含量呢 大约有99.98% 刀2我们写成D2 质量数是2 含有一个子子一个中子 所以加起来是2 地球上的含量大约只有0.02% 穿3我们写成D3 质量数是3 它有一个子子两个中子 所以加起来是3 在地球上的含量极低 趋近于0 那么氢的同位数呢有两种 一种是氢10 B10 它的质量数是10 含有五个子子五个中子 所以加起来是10 地球上的含量呢大约有20% 再来是氢11 B11 它的质量数是11 含有五个子子 六个中子 加起来是11 在地球上的含量呢大约有80% 在下面的图里面 P代表子子 N代表中子 所以氢1就是一个子子 红11 有五个子子 六个中子 根据巨界 Alpha Ring 这一间公司的专利显示呢 它的核融合反应 和一般使用的方式不同 它是使用氢1跟红11 来做反应 所以根据这个反应式呢 就是P1 氢1跟B11 彤11 互相融合之后呢 会先产生碳12 氢1 有一个子子 而彤11 有五个子子 所以呢 加起来 会变成六个子子 同时呢 彤11 有六个中子 所以呢 总共加起来 质量数就变12 所以变成碳原子 而这个反应的过程呢 会直接产生氦4 含有两个子子 跟两个中子 同时也会产生 皮8 有四个子子 四个中子 皮8呢 接下来又会产生 许多的氦4 含有两个子子 两个中子 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利用收集这些能量 就可以达到发电的效果 根据他们的专利显示 这个核融合反应 是使用氢原子 也就是P1 去撞击 红11的把材 那么撞击的过程呢 就会产生碳12 而碳12呢 接下来就会产生皮8 同时放出这个α粒子 皮8呢 会在衰减 释放出更多的α粒子 所谓的α粒子 指的就是氦的原子核 而反应后的总质量 会小于反应前的总质量 我们把消失的质量 去乘以光速的平方 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根据巨界αρine 这一间公司的专利 它是使用电场跟磁场的反应器 来收集能量 大家这边看到的 就是反应器的示意图 那么内圈跟外圈呢 基本上就是磁场 它是一种环形的结构 利用磁场 还有电场的作用力 来维持电僵 并且收集能量 在环形的结构上面 有许多产生电子的装置 而这个产生电子的装置呢 是使用六棚化栏来注入电池 维持电僵的产生 因此呢 它的整个反应呢 是经由控制系统来控制 首先必须先输入部分的能量 并且控制它的温度 压力 气流的速度 气流的组成 各种粒子的速度 电流的放电 还有电压控制 再经由控制系统 而电流跟电压的讯号 可以经由电源供应器控制 气流的讯号 可以经由阀门控制 而磁场的讯号呢 可以经由电源供应器的控制 那么最后呢 产生能量的输出 并且利用这个输出的能量呢 回收到控制系统 可以保持整个反应持续的进行 所以整个反应的过程呢 包含电子的注入 同时呢 撞击产生电僵 最后产生 并且持续核融合反应 到反应的结束 那么巨界公司呢 希望这种小型的核子反应炉 能够大量的生产 并且变成一个生态系统 能够在台湾建立核融合 能源科学园区 这样就可以发展下一代的能源 同时呢 巨界希望这样的技术 能够授权给全球各地的厂商 在台湾提供技术平台 并且协助授权者进入园区 这样呢就可以制作这一种特别的核融合反应器 当然这个反应器呢 牵扯到上中下游的供应链 包含精密的机械制造啦 原料工艺 还有材料的研发 高温材料工程 热传导工程 能源转换 还有电力系统 自动控制软体 还有监控系统等等 里面呢 相关的内容包含了电疆科学 核融合的反应 还有前端反应器研发等等 终极就是希望在2050年 能够落实零碳排放的目标 今天呢 我们很简短的介绍了巨界 AlphaRead这一间公司相关的技术跟专利 他们的核融合反应是使用 氢原子跟铬原子 和目前大部分的核融合反应 使用刀跟穿 这两种氢的同位数不一样 另外呢 他们最大的特色就是反应器的设计 但是呢 很可惜他们的专利里面并没有详细的描述运作的方式 各位知道一般的专利呢 的撰写和学术论文不同 学术论文呢 会详细描述各种细节 但是呢 专利一般不会有太详细的描述 但是呢 从他的专利内容大概可以了解到 巨界公司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反应器设计 至于这样的反应器设计 是不是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本上专利的撰写并不需要真的把实验结果完成 也可以写专利 跟学术研究不同 因此这一间公司的技术到底有多成熟 坦白说 没有办法从专利看出来 我们呢 希望啊 这一间公司能够成功开发出这种小型的核融合反应器 这样啊 或许未来人类的能源就能够解决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 大家对于核融合反应 或者相关的反应器技术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 我们再来讨论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